中原節是台灣重要節日 今年在疫情趨勢下 就連傳統市場也轉往線上發展 根據外送平台Fupenda統計 疫情期間生鮮雜貨外送的訂單量 較過去成長三倍以上 因此將戰場拉近菜市場 我們目前總共是有7處市場 7家傳統市場 已經在Fupenda上面 已經有在做台北市的服務了 接下來在8月底前 我們還會再有2到3家的市場 會陸續上架 陸陸續續一直有在佈局 那在其他縣市 其實縣市政府也非常積極地接洽 傳統市場這個部分的一些合作方案 大概是20分鐘 消費者就可以從市場到送到家 Uber Eats也快速拓展到全台六大城市 總計有21間傳統市場加入 其中11間位於台北市 我們大概可以把市場的這些攤商 可能可以區分成兩種類別 一種是可能比較是可以接受創新的 他們想嘗試多元的一個銷售服務 那另外一種它還是比較是屬於就是 傳統人情味的這樣子的攤商 它還是習慣就是跟消費者有面對面的一個接觸跟溝通 通常就是創新型的 他們接受度就非常的高 甚至希望說平台你趕快幫我上架我的攤位 我什麼時候可以上他們都很急 我們的業務團隊跟市場約好 然後來說明會的那一天 那當天現場就有30家攤商 就已經就立刻在當場簽約說要加入平台 南門市場它其實是一個就是數位化程度非常高的市場 南門市場本身在有外送平台的加入之前 自己整個市場就已經在做非常多的一些電商物流的服務 所以像南門市場它要轉型到數位平台上的時候 或是到外送平台 它是非常快的可以接軌上去的 最多人採購的還是以蔬菜為主 那第二個就是水果 還有海鮮肉類南北雜貨還有麵條水餃 都是消費者非常喜歡的品項 實際走訪南門市場 現場有熊貓小助手 進駐傳統市場協助接單 即是更新平台商品庫存 碳商只需要看著訂單撿貨 降低碳商數位轉型的門檻 各傳統市場也設置備貨區 讓外送員能直接取貨 不必分走於碳商之間相當方便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讓我們覺得也可以多一個通路 這個通路也是很棒的 現場的這種熱炒熱菜 是可以做配送的嗎 我們目前是沒有推這個 我們推的都是包裝好的 我們外送的都是用真空包裝的 減少一點疑慮了 很好啊 因為他們也蠻方便的 來點一點啊 就讓他們拿走了 我們也不用說要負責外送啊 或是幹嘛的 最高紀錄啊 二十幾 三十幾吧 小紅瓜是三百公克 這個要多了一兩 然後我們就是回去了 回去了啊 當然啊 不然要怎麼 不然我切起來了 可以多 不能少 少的話就會 就會有問題 對 人家像你說的 只要把你客宿先下去 對不對 好 除了有數位菜市場 福本達今年更首度推出 中原拜拜箱 中原普渡是我們在這個 零售通路上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檔期 那過去我們也觀察到 有非常多消費者 會透過平台購買一些 零食餅乾或拜拜用品 那過去它都是零散的 所以還要挑選嘛 今年我們就把一些 比較熱門的品項 組合成一個拜拜箱 那讓就是有需求的消費者 他可以一次一件 就可以購足 他所有就是拜拜需求的用品 搶攻普渡商機 兩道外送平台紛紛趁勢 祭出優惠馬希克 蘋果新聞網 台北報導 銀砂 社に委員要能力 加入